老闆要专息,女主播懒尼 被受争议的广播处长,人选终于陈埃落定 会议召集人梁振英,表明被选下届特首 大家猜猜有什么共通点? 卖全部都黑脱脱了 下次五报江泽民死讯当事 搞到他两个执包袱走人 新闻报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 一个字,僵啊 一班主播实行以黑衫行动无声抗议 自从梁家榮和谭惠宜走了 就升了吴建强做新闻报助理副总监 昨天他还笑笑口,叫主播别穿那么黑 主播,理他都傻啦 看看昨晚的新闻 有亚市人说吴建强新官上任 想河海新闻报称下管治能力 不过被黄晶搞到一锅脱 上班下属听话,难喽 前日还说 我是今天向大家披露 我要应聘亚司的一个高级职位 跟你们抢饭碗 希望大家支持我 我们收到风,他想做阿市CEO 哇,做股东都搞成这样 做CEO真的不敢想象啦